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是冲在第一线 尽管是短缺物资 缺防护服 缺口罩 但是他们一直都坚持在第一线 我觉得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觉得医生是最值得让人信赖的人 所以我今天晚上想跟你们分享的也是关于我采访的医生的故事 来聊一下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主任彭自勇医生的故事 所以我是在晚上的七点多钟见到他的 但是我因为是在医院里面嘛 所以我当时戴了一个口罩 彭主任戴的是一个普通的医药口罩 所以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他就说 你这个口罩好 我们就查这个口罩 3M口罩 这是最好的口罩 我这个吗 我就问他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新冠病人的 在12月底的时候 他们医生圈就会在说 发现了那个病毒性肺炎 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然后但是有人判断就可能跟那个SARS有点像 然后在1月3号的时候呢 华大基因其实是对这个新出现的 这个新型病毒做了那个基因测序 然后基因测序的结果就是和SARS的那个基因序列 有80%的相似度 所以他当时就判断出来说 可能会人传人 很大概率的会人传人 但是那个卫健委的专家组的消息是说 没有明显的证据会人传人 彭主任他就会说 他觉得会人传人 然后还把这个建议向那个有关部门去反应了 可惜反正就没有得到回馈 然后他接手的那个第一个病例呢 是1月6号有一个黄肝癌的那个病人 然后是有那个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室 那个病人其实当时已经出现了那个症状 就是比较典型的新冠病人的那个症状 就是说呼吸衰竭 然后呼吸很困难 然后喘气喘不过来 CT已经呈现那个磨玻璃状 当时那个病人从黄肝到武汉来 其实是去了很多家医院 但是都被拒收了 这个时候他就转到了这个中南医院的急诊室 当时几个专家就来做会诊 就是说要不要接收这个病人 彭主人告诉我说其实他是蛮犹豫的 如果他接收了这个病人的话 那就得做好很高级别的防复措施 对医院来说会要承担很多 最后那些专家会诊 他还是决定由他们ICU收下了这个病人 他说他其实是蛮紧张的 然后他就跟医院的院长打了一个电话 他就说我们要收下来这个人 但是前提是必须要对ICU病房进行改造 要有一个隔离区和普通的那个必须要完全隔开 连空气都要阻断 花了一天时间就隔离病房 他腾出来16张床位 中南医院是一家三甲医院 总共是有66张床位 他就这样拿出来16张床位 专门是给这些那个新冠病人的 但是其他的那个员工就会说 这有点资源难费啊 16张床位总共才66张嘛 他说这一点都不耐费 必须要这么做 我们去看这人呢 黑压压的 到1月10号的时候 那16张病房 病床就全部都住满了这一类的那个病人 接受了这个病人以来 然后所有的他们科室是150个人 然后所有的人都在加班 开始排班 医生是12个小时一个班 护士是8个小时一个班 孕妇也是要来上班的 ICU的病房是很忙碌的 那个病情就是随时在变化的 他可能抢救完这个人 另外一个人又不行了 就是一种是一种此起彼伏的 非常忙碌的状态 各种机器在那里滴滴答答的响 然后就是说护士和医生 要随时关注那个病人的情况 就一般的病人 他可能就是用那个高流量的 那个氧气供氧 然后再严重一点第二步的时候 就是用那个无串机械那个供氧 第三步的时候就是要使用那个有串擦管 这个手操作起来就会有点难了 因为你知道其实做那个有串擦管供氧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危险的 有可能是喷剑出来就会喷在医生的那个身上 会有感染的风险 他们ICU总共是有两台ACMO 它是在那个救治那种 瀕临死亡状态的人的时候使用的 一个程序做下来的话 七八个医生护士 大概得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才能做完 然后没做完 就真的是全身从头到脚全部都流汗了 包括鞋子里面都浸了水 这是他们的日常的工作状态 你哭过吗 我都哭过了 你在什么时候哭的 你刚刚那个孕妇来放弃我哭了了 我孕妇要化成熟你哭了是吧 你还哭过什么时候哭过 彭主任呢 他告诉我说 他在美国的那个年薪是有25万美金 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 就他说 就是真的索学想奉献给人民 就是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他在那个时刻说 我是真的相信的 但是他私底下还是一个蛮柔软的人 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努力 我们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做不了 住不进院了 然后病人家属就跪在那里 求啊 希望能求一张床位 他觉得 就觉得中国的人民太不容易了 这个时候他就会流泪 从就见多了太多这样的事情 最后呢 他也就说眼泪都流干了 我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还 就真的是蛮感触的 我其实是一个调查记者 我是很少去写这种正面的报道呀 但是我这一次就是 我做了前期的工作以后 我现在这段时间盯着的就是医生的工作 我是真的觉得医生是非常伟大的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 我就真的发自内心的会觉得医生万岁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